在低光害的冒空山上 副市长蔡炳坤和参与活动的民众 透过高倍率望远镜 观看月亮与星空 并透过星座盘了解星座方位 台北市观光传播局举办2022夜观星活动 邀请民众走出冷气房 搭乘猫篮上山听听蚕鸣鸟叫 享受午茶消暑 并与绝美夜空对话 感受深度游览台北山林的乐趣 今天下午先来尝试一下 很丰盛的一个下午茶 能够品尝到东方空的冷炮的铁观音 还有今天晚上非常的精心 为我们设计这个观星的活动 让我们了解我们的星空是如何的 我觉得这个活动办得非常的有意义 我觉得非常开心 我觉得他有介绍那个指南宫 因为我们是住在木炸地区 然后平常经过指南宫 其实没有那么认真的去了解这里的一个建筑的特色 跟他的一个历史的严格 我觉得他的说明让我对这里更了解 而且我觉得这个让我对这个地方产生了更深的一个感情 我还有更有希望说能够再次来看看这个地方这样子 让我们讲一下你今天一整天下来觉得哪个地方最好玩 看望远镜 为什么 因为第一次看 那你有看到什么吗 看到大脚星还有一大堆鱼 还有月亮的凹洞 又可以践行 然后认识一下指南文化园区的这个环境 觉得这边很适合放假的时候过来玩 对 然后又有天文馆这边在住点 可以帮我们带小朋友介绍星空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活动 这边的话对星象又有专业人员来帮我们介绍星空 然后他们又可以从回家以后自己可以拿着星座盘 去学到说怎么样去看到我们自己台北的天空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练习 台北有三猫 所谓的三猫是到动物园看猫熊 接着搭猫兰来到猫空 那猫空的话它不只是一个可以在这边来 这个包括像喝茶 甚至这边可以散心的地方 那同时呢 在猫空 在我们指南宫的这一块地方呢 它其实是关心 关心向最好的地点 它不会被遮到 也没有光害 所以我们从去年开始 我们整个三猫计划2.0 从春夏秋冬 每一个季节都有符合这个地区的相关的活动 那其中当然就是关心向 所以去年我们第一次来关心向 那今年已经进入第二年了 那这个关心向这个活动 最适合亲子活动 所以去年我们四个T次 一个T次60个 哇 爆满 今年呢 我们把每一个T次增加到80位 更是爆满 像今天晚上第一天 来了大概90位 那看到这些家长带着孩子 能够走出教室 走出户外 实地地来到这个地方 来关心向 跟他在课堂上所教的 可以做一个印证 我想这是最好的校外的教学 我们非常感谢指南工 在这边提供给我们最好的协助 公私协力 来让这个三猫计划 让这个关心的活动 能够更加的顺利 我们也期待说更多的市民 可以随着我们春夏秋冬四季 所推出的三猫计划的相关活动 真的可以走到猫空 心情放空一下 然后呢 也可以在这边得到更多的休闲 也希望大家来带动 猫空地区的产业 尤其是茶产业 猫空的茶 是最好的茶 以初产优质铁观音茶的猫空 最近由二代茶农 推出猫空甜点地图 活动中特别邀请参与民众 品尝创意茶味糕点 翻转大家对传统茶产业的印象 而除了猫空旅游 市府也积极推广北市农游 带领民众来到关渡 体验城市农夫的乐趣 我要跟各位讲 我今天从早上 从关渡 来到关渡 我们现在这个整个 在把这个台北市的周边 台北市是一个盆地 那周边的话 用台北大众轴 加上三猫计划 可以环绕整个台北一圈 台北大众轴 七段加一段 总共130公里 起点在关渡 终点就是在我们的动物园 就在猫空这个地方 所以我今天是从来到关渡 走进猫空 把这两个串起来了 那充分感受到 我们台北非常方便的是 山离我们很近 水就在我们旁边 那可以骑脚踏车 可以到这个关渡的田里面去割道 还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 冒空地区来关新巷 所以这是一天当中 就可以从河边到山林 然后去感受一下一个都会 也可以享受得到的这种休闲 我想这是非常幸福的 那我自己这样从早上到晚上 虽然不断的在流汗 今天天气真的是太好了 可是心里面非常的欢喜 因为能够住在台北 真的是很幸福的 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观光客来到台北 也希望台北的市民都能够走出户外 走进猫空 来到关渡 我想这些呢 都会给大家很多很多 意想不到的收获 也让大家来看一看 你所未见的台北 接下来台北市观光传播局 将持续在猫空地区 推出动物下下轿 猫空特等茶网赏茶剂 等多样精彩活动 欢迎民众锁定走进猫空官网 掌握相关活动讯息 记者林熙会台北报道